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是齐声敲手 不足不所求 以我手牵手 如回更好走 尊重山脾气 大爱不如走 尊重山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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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要占尊重山脾气 尊重山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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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万万千 伸出你的手 等我手牵手 在世牺牲抢 伸出所求 请我手牵手 如回人马逃走 尊重神美是天心 大爱不如走 千万千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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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牵手 无闻你和我 千万万千万千 千万千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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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千万千万千 千万千万千万千 千万千万千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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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代表着我们教育职业所有的同仁 在这个线上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行馆期间 因为有着大家的爱我们满满的故事 好,那我们先请起 我们先来跟祝佛菩萨和上人行三问训礼 请合掌 向祝佛菩萨行三问训礼 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向我们敬爱的上人行三问训礼 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好,亲爱的法新家人 大家早上好 再一次的早上好 行馆期间虽然隔着空间 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挡着我们大家的爱 我们还可以有福报的把握此时此刻 在这里来分享我们教育同仁是在怎么样在这个期间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力量呢 让我们大家手手的紧握 然后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一起度过的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我们是带着感恩而来 在这行馆期间 这36天里头呀 我们今天还可以有幸的可以守本分留在家里 这样子的把上人的教诲 还有所有师兄师姐所有的努力 还有爸爸妈妈们 还有孩子们的期待 众多人的爱 我们是可以如此的用线上 就像上人所说的 线上的这样子的一指的力量 让上人心系的大灾教育 还有散灾教育 此时此刻都可以于行动当中 今天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报 那当初在这样子设计这张海报的时候 其实我跟我们设计海报的姓璐老师说 我们教育之业可以有着 今天其实首先还是要感恩 感恩我们执行长团队 季航师伯 季云师伯 还有我们地科种子的叶石姑 这样子的带领着我们马来西亚 二十多年来师兄师姐 每一个人的努力 每一颗种子的参与 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教育殿堂 还有很多我们的小小的幼儿园和安亲班 社交的这个志业题 所以就有着众人这样子的爱 让我们同仁 当然在这里虽然说是教育同仁 其实也是代表着所有志业体的同仁 可以在这么安稳的 这个殿堂里头去发展教育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都说我们很爱上人 其实我们殊不知呀 在我们爱上人之前 上人已经很爱我们了 这就很像我们在2001年 我们开始幼儿园的时刻 那上人只给我们一句话 上人说你心中有爱还不够 你心中更要有爱 一定要把心中的爱走出来 行出来才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在行馆期间 从3月18号到4月22号 总共36天 当然他是26天的工作天里头 我们106位的教育同仁 我们有了每人平均有24次 就是至少每一天都有 这个线上的会议 彼此的关怀 和就是来了解大家 在这个期间所有需要的帮忙 还有我们也很精进 线上的精进呢 我们每人平均有上了37堂 那老师们在行馆期间的第一周呢 也把握精进 更办理了五堂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培训 那在资源这么匮乏的当下呢 我们的老师还有同仁呢 也制作了44则的教学的短片 其中有56人的参与 然后这其中啊 有九个步骤 九个步骤要去完成的 但是心中只要有爱 行中必定也可以行出大爱 那我们安亲班呢 在这个23天的上课点里头啊 我们带领着114位的孩子 我们有了113堂的课 也有将近2000人次的参与 然后此期教育里头最重要的就是 亲师生的教育 我们也有了家具 家具里头也有101人次的 爸爸妈妈的参与 那幼儿园的部分呢 幼儿园有340位的学生 我们线上的学堂 561堂将近8000人次的参与 还有也同样的有亲师的这个家具 总共15次 而且有514位的 540亿位的家长参与 那跟大家报告的是 其实我们也将近90%的孩子 都有办法的在这个线上来上课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不忘这个周六日的 这个亲子的课程 我们总共办了酒堂 将近1700人次的参与 那最后呢 我们也没有忘记 我们幼儿园和安亲班的这些校友 我们也有 我相信这个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幼儿园和安亲班的校友会吧 那我们也办了七堂 总共有352人次的参与的 那说辛苦吗 其实不辛苦 因为心不难 事就不难 我们怎么感受我们辛苦 因为看着大家的付出 还有我们洗顺中心 护士的付出 志工们 第一线的这样子的付出 其实我们可以安稳在家里 即使周一到周五 甚至到周六日 满满的这些线上的课程表 但是我很笃定的 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是满满的欢喜的 满满欢喜 因为我们存在幸福 存在幸福 所以这期间 虽然这个左边的图 也很像大家了 很多的身份 很多的身份 就是妈妈 因为在这个新冠期间 其实家里的父母亲 都成为了老师了 因为其实老师可以的 仅有40分钟的线上课程 可是其实就是要回归老师 所以这样子的 多种的身份的当下 很高兴的 其实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调试自己的心 而且坚守这个道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疫情期间 到底我们要成为 我们要选择 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难道我们要在 恐惧区吗 还是我们要 换位思考 走出我们的 苏食的区 进而去学习 然后逐渐的再提升 再往这个 更高的学习区 跟成长区呢 我相信我们都 很多人都做到了 因为我们有着 大家的爱 但是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 来邀请我们今天第一天 第一位的分享者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四位的分享者 那其实今天四位的分享者当中 他都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里头 就是园长 或者是总园长 或者是组长的 那他们在初期这样子的行管期间 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的 又用着怎么样的一个力量 来突破自己 那我们首先先请的是 我们冰岛幼儿园的园长 那是张一鸣 他是我们的慈情学长 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小丁当园长 因为他是上从电脑 课程的安排设计 下到马桶的装修 修理 他都有办法的 但是我看到他在心得里头 因为我们同仁都要写这个 这个疫情间的心得 我看到这一句话 他触动了我 因为我们白天都看到他 五一十八般都可以 可是怎么知道 原来我们的一名园长 他是在夜兰人静的时刻 他才有办法在静静的夜晚 静静的施粮 他才有办法找回他自己 平静的这颗心 我们请我们的一名园长 谢谢 感恩我们的线上主持人 慈谦老师 他也是我们教育事业的主任 那更要感恩线上的法庆家人 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 一个心得分享 那还有上人常说的感恩科技 现在真的是千里应援一线千 刚才听慈谦老师 我们的主持人这般的介绍我 像小丁当这样子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我从小就是小丁当的粉丝 那人也长得比较像小丁当 那其实小丁当呢 也是会有他的一个遇到境界的时候 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念 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 可以陪伴协助我的度过 这一个疫情 那最近呢 这三十多天里边呢 一直在听上人开示 那上人每一讲一次呢 他都会说 信为道远功德母 那只有坚信的力量 才可以化解一切 所以这段期间呢 我一再地告诉自己 要相信一切 最终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案 在学校假期开始的第二天 就是三月十八日 也是第一阶段 管制启动的同时 我们那时呢 是处于策划线上教学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 这一波疫情呢 无法这么快结束 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管是心理上的准备呢 或者实际操作的准备 一开始说 要先要执行线上教学 老师当然也会无助和担忧 因为我跟他们一样 因为要学习新的科技 其实我们都都很难 要突破自己的难关 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切的困难 一定会有解决的方式 只要愿意学习 愿意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那身为园长 很多人认为 寻找解决方案是 园长是主管的责任 那其实想跟大家分享 主管也是凡人 不是去管理人 而是需要自主管理 自己要去行动 不是等被人家指示了 然后才去行动 这就是主管的角色 老师的担忧和顾虑 比如很多老师会说 我加的网数不加 然后我不擅长用科技 我是比较年长的 老师会说比较年长的 我不会开动我的电脑 然后还要学习这个Zoom 然后曾经一段时间呢 这个Zoom的安全性 大家又在质疑 顾虑家长的忧虑 那家长在旁要参与 这个线上教学 老师固然也是会有压力 等等的这一些忧虑 那到底 我可以怎样化为大愿力呢 那我就必须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老师 我跟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会如何去突破 还有我需要怎样的一个协助 那家长对停课不停学 又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只有换位思考 让我学习朝着这一个方向去探索 研究和寻求解决方案 每一次呢 我都聆听上人开示 确确实实是可以让我安心许多 担忧可以化为大愿力 当没有答案的时候呢 就看一看上人 上人就是我的一个定性丸 那每一天和老师视讯会议的时候呢 了解老师的难处 再和教保团队 这团队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很感恩 那我们就可以和教保团队一起开会 制定一套可以让老师 轻松掌握科技的方案 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去学 可能我们需要在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先操作 然后熟练的 然后才可以在老师的团队前面讲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起的是一个安心的功能 那在带领这团队前进的过程 其实可以很体恤老师的难 我们可以跟他共同进退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是要带着老师去寻求这一个突破 那每一天肩负的 那主任之前老师 他就说 原来你肩负的这么多的压力 那我从来我都不会在 人前人后说 好压力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使命 那是一个挑战 是上人赋予大家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身为老师呢 有责任是帮上人去摸摸孩子的头 那每个晚上 躺在床上 就是我最安静的时刻 然后我就会开始想想 今天到底最有成就的事情 老师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最挑战的事情 今天的难关 还没有完成的事等等 然后我就大略的规划 各天的目标 然后告诉自己 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都常会说 欢喜笑 快乐吃 健康做 安心睡 那我就会很快的睡去 然后明天就会更好 好 那其实在自己的这一个期间 那自己也是会有遇到境界来临的时候 然后这个境界 反而导致让我起了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信念 感恩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跟我的团队 因为在这个期间 四月初的时候呢 爸爸是在 他自己喜欢去跟踪 在菜园就被一个毒蛇咬了 然后就禁院 他们是等禁院过后才跟我打电话说 爸爸禁院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被毒蛇咬 当时即便是很不安 很不安 你也只能转念 平静的面对 途中可以看见的第一条蛇 第一张照片 一条蛇是 我非常的感恩 我的妈妈的那种灵危不乱 当我爸爸被蛇咬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 可以很快速的拿起毛巾 绑着我爸爸的 大腿被咬的部分 他说这样子可以避免毒素 急速的散播 然后再告诉我爸爸说 你不要紧张 因为你紧张 你会加速血液循环的 其实我都知道 我妈妈心里是很紧张的 但是表露出来的都是这般的冷静 然后接着他就很赶快的送他去医院 所以最觉得 我的妈妈很佩服我妈妈的是 当医生问起 到底这是什么种类的蛇 你知道吗 我妈妈竟然说 没关系 我现在立刻回到我的家 我的菜园那边 把蛇带过来 我听了 真的是很赞叹我妈的勇气 这是哪里来的勇气 然后他真的是一手 把这一条蛇都带去医院 给医生看 医生最终他说 这是毒性很强的眼镜蛇 听到他这么冷静的 跟我复述整个过程 其实他 我妈让我学习到 要更加 遇到境界的时候 要更加手指不动 那既然回去也帮不上忙 我就咬了一个电话 给我爸 他就一直跟我说 你不用回来 因为你回来 你也不能做什么 你不是医生 那你就乖乖呆在冰城 这样子 因为我爸是在医保 那他说 你就做你的事情 那我就心想 我既然回去 我也不能帮忙治疗 那倒不如我就在这里 帮他祈祷 帮爸爸忏悔 因为爸爸平常是 喜欢种菜叉 以前他常常都会看到蛇 然后他就会随手的打死 因为他说 这个是要保护自己 那我是相信 这一场被蛇咬的情景 这个境界 一旦只要因缘和合 就会显现了 所以我也没有埋怨 没有什么的 那只有忏悔 是希望爸爸是可以中业轻受 那接着爸爸住院了几天 那医生就说 一切应该是还好 毒素没有扩散 那可以平安出院 只要每日洗伤口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过后呢 在洗伤口的过程中呢 爸爸的伤口好像有一些发炎 护士就发现 伤口有被感染 生浓的迹象 他就 医生就赶快说 需要再次住院 然后这一次可能需要切除 这个被感染的皮肤组织 那我心想 幸亏 爸爸平常也 照顾饮食 也是很不错 然后都没有这一些糖尿病 所以感染的部分 我心想 应该是局部切除就好 但是我也知道 爸爸是非常怕痛的人 所以我即便不能回去 所以我就把握着一个 我们跟家长 献上家具的时段 我就分享我爸爸的事情 然后就募集大家的祝福 因为我相信 只要多一个祝福 就会多一份善念的循环 祝福爸爸的这一个小手术 只需要是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好 虽然爸爸两次入院 还是托大家的福 最终也是平安出院 现在在家修养 我妈说她现在是剑步如飞的 所以很感恩大家的祝福 好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一名园长 就是我们的丽婷老师 今天听起来 虽然她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但是 她原来每一次在我们stand up meeting 就是会把 就是陆续的再来跟我们分享 她爸爸的伤口怎么怎么了的时候 其实原来看到 她在募集 募集我们的爱心 募集我们的祝福 因为她始终相信 可以募集的是每个人虔诚的祝福 让父亲 可以更快更快的好起来 众业可以禽兽 所以丽婷老师 真的 您的心宽念存 还有秉持着把压力化为大愿力 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 那我们每一天感恩 我们可以欢喜的笑 快乐的吃 健康的做 安心的睡 然后对的事情 我们做就对了 感恩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位呢 是我们安清班的总园长 我们的慈情老师 相信大家对她并不陌生 因为在早期2001年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办理这个幼儿园 然后10年过后啊 她更办理了我们的慈祭安清班 那当初呢 在3月17号 她也很单纯的 就像照片 她是一个很单纯 很单纯的人 对 然后很容易开心 很容易开心的人 她也很单纯的 以为在3月17号 然后就是行馆 两个礼拜就可以回来了 所以呢 怎么知道啊 这样子的下去的时候呢 竟然带着一批 我们安清班比较妈妈型的 对科技比较不熟 不熟络的老师们呢 首先先开启 我们安清班的线上课程 然后也非常的有创意 设计了连续的 有法有味的 这个人文课程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慈情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创意 来自于他的感恩 感恩慈祭人 为我们同仁的后盾 请慈情老师 感恩我们的慈情老师 上人 还有师姑 还有执行长团 对于跟我们在线上的 慈情人 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呢 一直来都是想说 就是用这一个 单纯的一个念头 希望这个疫情 快快的过去 但是呢 哪里知道呢 一展 延迟 再延后 再延后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一直在想 大家可以work from home 但是我们身为老师的人 怎样work from home呢 如何把学生带回家呢 所以呢 我们只有想 那线上教学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 但是线上教学 要怎么做呢 其实啊 我们的老师们啊 都比较年长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讨论 我说 我们真的是要想个办法 不然我们的学生这样子在家 真的是 会不会跟我们 好像脱了线啊 那我们的老师 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 安心馆的老师 他们都勇敢的去尝试 然后呢 他们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线上的尤其 很少操作的这个Zoom啊 要去操作这个Zoom 要上 要下线 然后要去摸索 所以呢 我们就用3月18号 跟3月20号呢 这三天呢 来摸索 跟做内部的培训 除此之外呢 我们呢 还要一一的打电话 给我们的家长 为什么呢 我们要教我们的家长上线啊 教家长 教我们的家长 用Zoom啊 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不简单 那我们有一位老师 因为我们的家长 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年龄 然后呢 我们就必须呢 给他们呢 上网 然后呢 教了整半天 才怎样Zoom 教了整半天 才知道怎么上下线啊 哇 真的是 很感恩我们的老师 那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我们如何让我们安清班的孩子呢 跟时事连接 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要让他们怎么连接 让他们知道 现在虽然大家都坐在我们的家里 但是这世界 这个外围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感恩 我们在3月24号的时候呢 就跟上人连线了 跟我们的大马 跟上人连线之后 上人就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大灾教育 那身为教育者的我们 听到教育两个字 一定是非常的敏感 而且呢 大灾教育 好 那怎么做呢 一定是要请上人出来了 把上人的开示 先传给我们的孩子 然后呢 再请我们的爸爸妈妈呢 跟孩子说 再解释一下这个人间菩提 然后呢 过后我们就开始呢 又在想 我们要做推速的工作 一定要有 还要再加一个就是 真爱法 真福法 那真福法要把大家的钱 在大家的口袋里的钱拿出来 其实呢 一定要先启发他的背心 那非常感恩 我们的团队 他们呢 我们的影视团队 已经呢 把实际人 所做的 街友的故事了 还有很多 黄护衣啦 护杖啦 黄护箱呀 还有 我们在 我们的 的时候呢 我们的 执行长 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 素餐盒的故事 这个素餐盒的故事呢 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因为呢 我们的 正有 为了怕实际 负担重 感灵素餐盒 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把它 化成了课程 然后呢 就连接了 实际人 所做的一切 化成一堂一堂的 深入 跟深度的课程 然后再加上 6月 4月6号的时候呢 上人又在提起 我们的 COVID-19呢 就是像断了线的 链珠 那这个链珠 往哪里滑下去 往哪里溜呢 一定往比较重的地方 那比较重的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团队 就一起在网上 再去研究 哦 原来在2018年里边 有一个统计 全世界 有5%的人 吃素而已 然后呢 有95%的人 都是漏食 那这样子的 一个连接之后 就知道说 全部的链珠 全部的 金冠状 病人 往哪里溜啊 所以这时候 就非常的 敬佩 上人的智慧 上人不忍 众生 生病啊 上人苦苦婆心的 一世在讲 要素食 这个道理 这个真理 就这样子的呢 在我们的课程里边呢 画出来了 让孩子去看见 这一个COVID-19 将会往哪里溜 那我们的孩子 都已经开始 在这个线上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吃素啊 但是要吃素 可以通过父母那一关 但是很多长途的 都是爷爷奶奶 那老师们都跟我说 哎呦 他说 金老师 我们的老师都认同 吃素 但是爷爷奶奶 那一关还没过啊 我说好吧 那既然还没过 我们就再来一场 让这一场呢 就连接到 我们的爷爷奶奶 所以呢 我们就跟爷爷奶奶 在星期二 刚刚的星期二那天呢 就用 用了与爱 来出发 所以呢 爷爷奶奶也明白了 出次数的重要 那其实 我们也非常地知道 上年说 2003年的SARS 跟现在的疫情 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了 我说的话 有用吗 愿意听进去吗 要改变吗 有极难远 难说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 身为弟子的我们 真的是要全力以赴 所以非常感到 我们安静班的团队 是真的全力以赴哦 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可不困难 但是我们只知道 一关一关一关 就是要过 所以 因此 这一个念 对的事 做就对了 感恩大家 是 感恩慈情老师的分享 对的是 做就对了 是 上人也告诉我们 要虔诚的祈祷 所以 我们也在这个礼拜 天 我们再请慈情老师 来告诉我们 和跟我们分享 这个祈祷的力量 有多重 那慈情老师呢 他自己也以身作者 在这个行管期间 因为感受到大家的爱呢 我们其实也有许多同仁 把他一天 或者是半个月 或者是甚至 他们能力所可以的 薪金都捐出来了 那慈情老师也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愿力 带动孩子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 他的 心恩小宝贝 对 那也带着孩子 每天呢 只是用 一饭 一菜 来体验 其实外头啊 到底还有多少 比我们更 不幸的人 为了三餐 而要去 而要去思考的 那我们今天何其有福 然后自己也捐了 半个月的薪金 还甚至带了 薪恩也捐出了红包钱 那说不完太多 太多的感恩 您感动 希望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这个星期天 三点到四点 我们一起来看 聆听我们慈情老师 分享 如何跟安亲般的孩子们 怎么样让绿豆 长得茁壮 因为祈祷的力量 这则故事呢 我们也有在 4月16号 我们的纪元师博 跟我们上人报告的时候 周年轻报告的时候 纪元师博 也有做这样子分享 然后上人当场 也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开示 好 感恩我们慈情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位的分享者呢 其实是我们幼儿园的总园长 慈归老师 大家也对他非常不陌生 因为他是非常资深的慈记志工 大家看到他就知道他很忙 很精进 没错 为了慈离呢 其实他都可以全力以赴的 不分昼夜的付出 尤其是在慈善 访平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原来也以为自己做了很多 但是就在一张不完整的全家福里头 让他重新的在问回自己 观察也在关照自己的心 然后敲醒了 我们来一起来听听我们慈归老师的心得 慈归老师请 好 港澳门的慈禅主任 那亲爱的法庆家人 大家早安 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地很有福报 可以在慈禁这样的一个职场里面上班 那更非常地很有福 可以一到上任 那我觉得在这个警官期间 其实那个当下被通知说 就是要work from home 那我想我的第一个念头 那个就是想到我们的信仰个案怎么办 那我们又怎么样地可以去关怀到他们 那非常非常地感恩 我们就听到耶师姑 耶师姑他要回台湾之前 他就说 一定要好好地去做好关怀的动作 一定要去关心我们所有的个案 尤其是这些孤老无疑的 或者是甚至这些日间收入所被受影响的 那我非常地感恩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福报 这样的一个执行长团队 这样来带领着我们 那我第一件事 我们就赶快 我们同仁也很快地就打电话 来联络我们的信仰个案 那这个个案也 因为他是才认识我们子气又人 才一个星期加入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新管期间 所以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真的是就发现 他就是发现到他真的是面临他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真的是感恩上人创办实际世界 让我们有机会 即时地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物资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个案 那回来到这样的一个关心 那我也非常的感恩 那其实真的是我们都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感恩 因为有得做 证明我们是有福的人 那就很感恩说 那一天我们的主任回来就说 他只想给我们一个方向 就是说好 看好我们的架构 我们的架构 就好好的去发挥我们的良人 那我非常的感恩 那我在架构里面 我是被安排要做关怀的动作 那我就每一天就安排了时间 除了工作线上的一个忙碌之外 但是就安排了一点点的时间 来联络所有所有的同仁 那在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过程当中 那有一天 因为我们在这个期间 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关怀的动作 就是老师们都要打电话 去关心我们的家长 这个打电话的家长的部分 我们进行了方式 那整个那个过程 它的确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才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老师 其实要打电话给家长 其实他们也是很害怕和担忧 但是对我来讲 在我的信念里面 我觉得 信己无私 信任有害 我们的电话一通过去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 怎么样地去关怀到对方 但是没有想到 那一天 因为每一天 我们的同仁 都会进行部门会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怎么样地来呼吁 大家也一起来 一直记上 那个照片 那时候我们的 可欣老师就把这张照片 我们同仁的照片放出来 我就非常非常地感触 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这张照片 同仁的照片里面 看到我们的照片 好像是被贴上去的 它没有一张完整的钱加福 那时候当时我非常地感触 那我在想 怎么可能 我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们每一天都再见面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很多 这些实际的活动 我们每一天都见面来规划 怎么可能会没有钱加福 那个当时我非常地感触 让我觉得说 真的是要珍惜眼前人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很好地去理所斑然的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就是抱着那份 如常的心 没有去想到那种的无常 这样的一个疫情 让我当下感受到很深的 就是真的是无常来临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做到的 原来就因为这样一通电话 我们需要去关怀所有的同仁 去关怀我们的家长的时候 我们才静节地发现到说 原来我们的老师他分享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很害怕的 他们很害怕什么 很害怕去打电话给家长 这个当时我才发现到 是不是每一次 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我们忘了停 忘了让自己慢下来 真正地去同理 去感受这些老师们的害怕 老师们的恐惧 我们身为组长的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 真的是去陪伴他们 去感受他们的害怕 甚至呢 去怎么样的去 破除他们的疑惑 那我当然我非常地感恩 在这段期间 因为这个线上的一个教学 我绝对相信 因为我们的老师 非常爱我们的孩子 在这种的专业的技术 我们的老师为了孩子 我相信他们 是种种 每一个难关 观光过 我相信他们都能克服 但是这样的一个关心 感恩执行长团队 Dr.Tan给了我们 四个关心跟 反观自己 那个内心的时候 真的是才看到自己 原来非常的 很不够用心的 在陪伴同人的过程 既然忽略了他们的感受 所以很感恩 这张照片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也很感恩 这段期间 让我停下脚步 好好的去同理 我们同人的害怕 恐惧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这样的勇敢的去面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停下脚步 慢慢的用心陪伴 那我想因为有爱 一定会化解所有的障碍 感恩我们还是很有福的一群 因为我们的心中都有爱 那因为心中有爱 我们种种的障碍都不成问题 感恩我的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 好感恩我们的慈归老师 是的 因为有爱 其实我们社会主管的 我们时常 都因为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往往真的有没有停下来 去看看旁边的伙伴 是不是跟得上 恩真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学习 那当然我们有爱 其实我们身为主管 我们其实也是真的深深的被爱 所以我们今天才化为说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担忧化为 恩一个大愿力 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到愿力的时候 我们把担忧化为心力 化为自我的鼓励 也是因为有大家的爱 但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们还是凡夫 所以在慈役里头真的很感恩 我们时常 可以 这样子的看到彼此 彼此的勉励 然后序而可以 看 关照到自己 这是 身为同人 或者也该说 身为慈役人 一个很大份的一个礼物 很大份的一个礼物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 也是最后 今天最后的一位分享者 那是我们社交中心的 杨明昌组长 那 就是大家不要常称 他是妙云老师 那其实在社交本来 就是准备 二月份就要开课 可是也因为疫情而停止 但是 社交虽然没有开课 那我们同仁其实也是在这个时刻 大家都连接起来 我们 缓缓的相扣 发动了很大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 用照 用照 我来照你 用这个布口照 来爱大家的 我们请 明昌诗节 对法亲家人 大家好 我本着的信念呢 就是多做多得 少做多事 那么这句近诗语 其实是 我在踏入 持续幼儿园的时候呢 一直不间断的在修理和修正 我原本的价值观跟个性 在持续13年 事情一直很多 可是我也一直很庆幸 自己也没有离开 因为就是 就是从这一些多得不得了的事情上 一步一步 一点一滴 看见上人的法 上人的教育 吸收上人给予的指导 成为自己生命中真正的导师 做中学 学中诀 就是因为事情多 才有机会不断的借势恋心 然后在每一次反观自己的时候 都会看见不完美的自己 但是呢 我相信跟着上人的中门 法脉往前走 未来 我一定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这是我的信念 而且也因为事情很多 一个人的能力和力量 真的太有限 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都需要靠团队的力量 13年 我们一起经历很多 从小而美 到半路 教育中心 到现在还在不断的 求变中发展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更适宜这个世代的教育绘画 一路走过的日子 有很多的情绪 眼泪 欢笑 争执 很多 但是呢 这一切堆积起来呢 让我看到团队的美 在一路上不会孤单 这是我对我们团队 奠定的一个信心 一个信念 这次疫情下 社交课程停办 但是我心里其实一直挂着 45个班 将近700位 报名的学员和老师们 但是还是要学习 尽管其变 我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呢 是逢自口罩套 我会吗 当然不会 但是呢 我知道社交拼不帮的老师 和学员可以协助 我懂他们 爱心 热心 朴实 全部都是好人 所以我常常说 我总是一见好人 赵人说 好人的名字叫菩萨 行动管制之前呢 主任就跟我说 我们教育人多 口罩套至少要做到 自供自给 因为有成人 又而言他安清班 最少要有三种尺寸 结果行动管制开始 我们很自然的 就和医疗同仁 就是听听师姐合作 以第18团队呢 集合了我们社交 同仁 大爱妈妈 志工 还有家人们 最五号荡场 从槟城 大三角 北海一直到高烟 一共有117个人 共同完成口罩套 有针车的就用针车 没有针车的就用手风 三种口罩套呢 完成的数量总计呢 就是8355个口罩套 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 善人的呼吁 善人说 要慕大家的爱心 慕大家一起来做好事 启动人人好心 为天下造福 疫情一定会早日消灭 我本身在和他们互动中 从松及怀的故事心得中 看到什么 看到的是一张张 欢喜的脸孔 有些人还会念佛号 送出祝福 付出了还要说感恩 感恩有机会可以帮助人 还有看见什么呢 看见在家里 三代一起缝制口罩 口罩套 然后看见亲子共同完成 一件好事 看见夫妻一条心 缝制口罩 看见一台针车背后的故事 有童年对妈妈情感的缅怀 勾起对妈妈内心 深处最深的感恩之情 原来在付出爱心的当下 每个人家里 其实都聚集了满满的爱的能量 从这口罩到到防护衣 我看到了他为何要持续下去 背后的含义 因为这就是大爱共犯 造福行善 在这段行动管制期间 在家里工作日子 其实时间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做到深夜 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停下来 尤其是当我们开始了 线上亲子和亲子课程 然后主任有一天跟我说 妙云来不及了的 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环境时期 把我们做的商好教育推动出去 我们要很勇敢的去讲我们所做 做我们所说 所以一个星期三次 好吗 一三五 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要去执行的时候 哇 这是我在整个过程中 突然感受到最严重的压力 时间 一三五 加上星期六和星期天 刚刚开始的亲子和亲子课程 但是我还是尝试去接洽 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那么第一次我找的人呢 就是慈情老师 其实主任那个时候你跟我说 我随时我也准备上场的 妙云你放心 所以我找的第一个人是慈情老师 他很安静的 在电话另外一头听我讲完 然后他说 妙云我跟你说 我现在手上安清班的课程 每天都在跑 课程是我设计的 跑到现在最少有十一堂课程 所以你去做 你去做你应该做的 如果有哪一天是找不到人的 我补上 我随时都可以补上 我告诉你这些 是要按你的心 你要定 我会在背后back up你的 你去 你知道慈情老师 在课程上 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刚才少大老师有讲 就是我们慈间主任有讲 他很单纯 可是我觉得呢 他在单纯的背后 他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你说 他随时可以提你补位 所以我放在电话的时候 突然间我觉得很有力量 压力是什么 无影无踪 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所以我脑袋里面 其实出现很多人 突然间很清醒的 所以他知道我当下少什么 就是要安 就是要不定 我就可以了 但是很快了 主任突然间又 又告诉我们说 还是要从长记忆了 因为整个星期下来 每个单位的课程活动 加剧什么的 主任说我们要看全盘的教育 整体的才来再规划 结果呢 我们这个所谓要推动的 一三五的这个三好教育呢 就改成一个月两次 后来呢 又再改成一个月 就是每个星期一次 都安排在星期天下午 然后呢 就结合了亲子和亲子的课程 整体以上来讲 就变成比较稳定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可以看得到了 一个人的心 只要定了 就比较清楚 所以我的心定了 我就开始找人在讲话 所以其中有一场呢 就是我们几个人 我啊 星炉啊 会心啊 还有丽婷啊 在一起讲的时候 我们在讲 星期六恩资的课程 然后开始讲 开始讲的时候呢 丽婷老师呢 他听听听听 他就讲 廖云 你不可以再讲了哦 你在打什么主意哦 不要讲讲讲 就挖洞 我跳进去咯 他就是 他当时是这样子说啦 因为他太聪明了 但是呢 过程中呢 他自己呢 其实也开始在想 我可以找谁 一起来搭帮来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三好的 一个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团队 有事情呢 都不会去逃避 只会用自己的力量 和能力呢 共同去促成 不管这个项目 是谁负责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有务不担 在这里呢 事实上的丁明啊 是我在这段期间呢 一直都放在心上 所以呢 可以很有力量的 去坚持前进 身体累也干厌 因为上人讲说 这次疫情是大灾教育 是大自然给我们 很重要的教育 将带领我们 往上灾方向 我不可以错失这个机会 也不可以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我很认同 此前主任的建议 因为我们现在 推动的商好教育 就是这个世代 最适宜的教育 而且是很好的 家庭教育 要把握大家都宅在家的时间 好好地去炫导 我也一直听到上人在开示中 不断地呼吁 要把握机会多造福 多成就福源 所以我一定要把老师们 家长们 大爱妈妈们 在这段期间 落实的商好教育 好好地找大家一起合作 相互成就 过程的难 都不用担心 因为上人说 有心就有法 有法就一定有方法 更何况 我们这样一伙伴们 一直都是手手相握 做得越多 我们的手 就会过得更紧 这是我的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 感恩 敏昌师姐 我们妙老师 其实对 就是我们的团队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 虽然在家里 已经做了这么多的 线上学堂 青诗生 三角地都做了 我们还想要再做 我们还想要再做 因为我们始终 我们最为感恩的 其实 不晓得 大家知道吗 我们执行长团队 竟然 抱着这样子 怜悯的心 也 也让我们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所有的 希望有钱的 有能力的 可以协助 没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 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的学费 都是让家长们 依据自己的能力 来做回馈 那当然 我们同仁呢 我们同仁在这个期间 爱事照就有 薪金 不只有薪金 薪水 还有这么多人的关爱 这么多人的关爱 所以啊 我们怎么能够 不多做呢 虽然我们是在 在家里的 做 因为我们感恩 所有的人 给我们 一个这么幸福的殿堂 所以 我在这里要把握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忏悔跟感恩 忏悔跟我的团队们 如果大家觉得 呃 这个期间 我们 有给了大家 无形的压力 还是有 曾经 呃 好 让大家烦恼的 我们要在这里 跟大家 忏悔 当然也包括 我们的家人 啊 我们的家人 好 把握 忏悔 好 那最终呢 就是把 嗯 所有的感动 都必须要化为 心动 所以我们 呃 在这个4月17号的 呃 4月16号的 呃 我们上人的收成 呃 最爱我们的上人 的收成这一天 我们也把握了 呃 用两天的时间 把握了我们所有 线上的家长 线上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远在海外的 这校 校友们 校友们 哦 把握线上 线上的科技 哈 我们就把我们大家的心声 把我们的祝福 哈 来呃 跟上人 传递 所以我们也 用了两天的时间 我们录制了 这样子的一个 短片 哈 送给上人 我们真的只能够把握 而没有办法 再去想太多 因为 我们得到的爱 很多 我们也应该 哈 再要把我们的爱 再散播出去 然后我们最想散播的 最想要祝福的 也跟大家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丧人 还有全球的慈祭人 包括您和我 好 接下来请大家来 观想一下我们这个 呃 视频 一九三七年 视台书师 小时过几个叔叔 怀叫铁心 小书父母 仍然称他为小女 有时大妈妈生病了 是在向菩萨祈祷 只要妈妈并全日 愿意如初和解舍 感恩师太善人 教会为我们 家家共行三好教育 人人共造三好福田 口说好话 吃素爱动 心想好意 祈祷尽天天地 身行好事 如同行大爱 供祝向人 把你安静 把你抢转 按住世界 无量受福 对 所以刚才的那一则影片呢 呃 就是我们全体 代表着 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所有慈祭人 全马的慈祭人 感恩我们上人 给我们这个三好的教育 让我们可以履行 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 然后得到最大的幸福 跟最大的安稳 因为所有的一切 如果没有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起 我觉得 那也是 功亏一篑啊 我们在此祭 那呃 上人也在呃 五十四周年庆 温馨座坛的这个凯示里头 我们当我们的机缘师伯 分享了呃 我们为那个绿豆呃 呃 呃 绿豆可以发芽 因为祈祷的力量的时刻 上人当时也有说 他说 能够被绿豆 能够能够被祝福的绿豆 他会长得很漂亮 然后没有被祝福的 他就无法发芽 所以人人一念爱的种子 就是种下了我们心中一块爱的两天 上人更说 我们马来西亚呀 我们这一亩的田 要有好的种子呢 我们就要不种下去 而且我们已经四大会合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地 人人的一片新地 干净没有杂草的 我们也有因缘了 因为都有种子了 那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 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爱的种子 气候也有了 因为有很好的气候 有慈祭人的春风化雨 有虔诚的这些法源 来可以共成这样的一个法源的 那我们也有了阳光 也有了阳光 也有了法水 所以我们是真的非常有福 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 接受所有的阳光 法水的滋润 所以啊 真的 怎么能够不感恩呢 在这个四大条和 因缘具足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念念 上人前几天的早会也是有说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念 都可以把持住 然后每一个念 把持在每一个的醒上 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 不要荒废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然后把握现在 我们一定可以让自己越来越美好 让我们旁边的人越来越好 然后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家庭 让这个世界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 就到此为止 当然也非常感恩 线上的各位法亲家人 我们更感恩 我们还可以 有这样的空间跟时间 可以在这里的相聚 然后期待 其实今天没有办法 把我们后面 还有很多团队的 点点的心血 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 在制作 或者是教学上的创意 或者是家长 他们满满的感恩的心情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一意的说出来 但是我们有 就像刚刚明长师姐所说的 我们有准备了 接下来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分享 都是在疫情之下的这些看得见的幸福 和疫情之下的创意 我们期待大家还是有这个因缘 可以跟我们在这个线上再共聚的 在此也非常感恩大家 更要祝福我们大家 我们今天有幸身为刺激人 有幸在此 或者是有接受佛法 或者是有正性的宗教的 我们感恩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感恩马来西亚 这片好山好水好土地 让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接受好的因缘的 前程祝福大家 好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现在请 请起 我们要向诸佛 请合掌 我们向诸佛菩萨行三问训离 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向上人行三问训离 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再一次的感恩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大家播出这么宝贵的时间 那如果您想要更了解我们教育之夜 那请可以扫描 您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还有包括我们老师们 非常虔诚 非常真心 所有刚刚所说的那些教学的短片 那祝福大家 在最后送上给大家这首歌 牵手来牵手 我们的路将会更好走 再见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不愿意 在一天 这一天 有没有 在若子 正很高兴 说一生 发生的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牺牲相守 无足无所求 抵我手牵手 入回更好走 尊重神秘气 爱不如走 尊重神秘气 一个人 本放尽头在人间 大家手牵手 无分离得不过 人人不错 有一点爱 闻尽埋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牺牲相守 不足足求 祝我手牵手 入回更好走 尊重神秘气 尊重神秘气 全神秘气 全羽善连 全群都在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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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